欢迎来到社会科学计算思维计算方法之用用篇 股市数据采集 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股票市场的数据 无论做科研还是做投资分析 那么我们就需要股市的历史数据了 那么这些历史数据 我们不仅需要大盘的历史数据 也需要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一支一支个股的历史数据 这个数据量其实还是稍微比较多一些 怎么才能够把这些数据得到呢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买别人的数据库了 但是买起来可能就一来有成百 二来呢你不是所有的你想要的东西都可以买到 所以通过自己写一些程序来抓我们网络上的数据 抓一些公根的数据 是做科研做投资分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 那么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如果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编程来实现股票市场各股数据的采集 这里是非常简单了 我们通过十行代码 其实只有九行 因为第九行是print让我们看一下而已 这十行代码采集了上证所的所有的上市公司从上市的以前开始到你什么时候抓取那么到那天为止的收盘价最高价最低价开盘价等等等等的这些数据都可以转下来 那么怎么实现的呢 最重要的我为什么可以通过这么简单的几行代码就可以搞定最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数据源 这个数据源就是网易的个股行情 那么通过这个网者或者通过我们的个股百度去进入网易财经个股行情这个页面 选择某一家银行 比如说我们的60000普汉银行 然后再看看资金流向这一个标签下面的历史交易数据里面 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它的历史交易数据 它这是在通过页面来展示的 那么展示了近期的一些历史数据 就是28号我去看了 展示了一些历史数据 重要的一点 它在它的右边有一个下载数据这一个链接 点击它之后 就会看到弹出了这样一个界面 那你选择这些项目时间 开始的时间和结果的时间 然后你可以下载 这是它的上时日期 这是当时的我做这个PD机轮的那一天 点击下载之后 它就会弹出来 你要不要保存它 其实就是一个CSV的文件 叫做动号分割符的一个文件 它是一个格式化 可以XL打开的一个格式化的文件 它是一行一行的 每一行里面的不同的列吧 可以说一列一列 是用一个动号来分割的 所以它可以用 它是一个结构化的数据 可以XL来打开的数据 你就可以不能理解 一个个的XL 就是说XL里面的每一行里面的 第一行和第二行 之间一个动画隔开 第二行和第三行之间一个动画隔开 点击保存 你就把它保存 保存下来 保存下来之后 保存这一个文件不重要 因为我们需要很多很多文件 是不是啊 那么我们想做的就是要通过 写一段小程序 把很多很多文件都下载下来 那我们就需要分析的 那么我们就看 查看下载 查看下载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着 复制下载链接 重要的是看这个下载链接 我们就要分析这个下载链接 把这个链接分析清楚之后 看看哪些地方是需要我们去改变一下 就可以把其他文件也下载下来 那么我们来看 这是它的链接 看起来挺麻烦 其实如果我们稍微认真分析一下 就会觉得 其实它是很简单的 而且是非常结构化的 这些当然是它的网址了 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 一个节点就是 060000 这是我们的股票的代码 而且这是code等于多少 这几项码 这一项是我们的code 这是像普巴银行 它的股票代码是这么多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划另外一家上市公司的话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代码替换就可以了 是不是 这是开始的日期 因为普巴银行是这一线上市的 所以它的开始日期是这一线 这是我们的结束日期 这是我们所需要的那些选项 这就是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这是收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开盘价等等的后面的这些 后面我刚才选的那些选项 是不是 因为我们都不得选掉 选都不得选了 其实当我们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想下在另外一个环境的时候 例如我们的改成 066001 然后这一个地方也改一下时间的话 这个地方我们不需要改 后面也都不需要改 就可以下在另外一个环境了 对不对 那我们就需要的就是要生成 很多很多很多个这样的链接 然后告诉快速 把这些链接链接的这个文件 给我保存下来 就干这件事情 那么怎么找到 首先我们 这里我们需要的其实就两个数据 第一个数据就是股票代码 第二个数据就是 消失日期 这两个数据是不需要 写程序来抓的 因为上证所它有提供这个东西 进上证所的网站 然后在这个产品里面 选股票 股票列表 然后就可以 它吧 60018银行 6004 白云机场 等等等等 全部都有 你直接点击下载就可以了 点击下载 下载下来 它这个 我下载的时候有点乱码 然后我们都改了个名字 然后有XL打开 好吧 那我们就更详细的介绍一下 上证所 下载下来已经很多数据了 然后我们只需要把他两列数据 抓起来就好了 那两列数据就是刚才我打开那个样子 就是说你那个两列 究竟有现成的变态 就不用在网络上去抓了对不对 一直就是这样子而已 当我把那个网站下载下来之后 它一定有很多很多列 很多很多内容 是不是 那么其实有两列是我们需要的 一列就是股票代码 一列就是它的上试日期 我们直接把两列抓起来放到一个小玩家里面去 命令 就是网页的 什么 彩节 这些的一个命令 从那个 从UIL Library里面去把这个 函数给调出来 导入导进来 然后 打开 刚才我们生成的 我们复制 然后粘贴 放到了只有两列的 那个文件 把它打开 以读的方式打开 打开之后 一定是一行一行一行的 每一行里面有 动画分割的两个元素 一个是股票代码 一个是上试日期 对于每一行 我就把 因为它是一个字符串 读出来是一个字符串 我就先把它 拾开一下 切开 怎么切开呢 找到豆号 豆号前面的是一个字符串 豆号后面的是又一个字符串 然后 我的股票代码 就是零加上它的 零加上它的 股票代码 就是零加上它的 左边这一个 为什么要加上它是零呢 是因为 我们可以看一看 我们分析这个网页的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在我们股市 移植股票的代码前面 加了一个零 为什么我告诉你 因为它怕股票越来越多 它位数不够 有可能嘛 无论如何 总之在这个网页里面 它加一个零 所以我们就需要把一个零 牵牵到它这一个 这个我们的 这个字符串的前面 加上一个零 作为 我的第一个部分 把它填入进去 第二个 我们的上市日期 就是我的 多少分割 我分割出来的 这个数据的 第二一项 两边区区空格 然后replace 这一个 因为它这一个 小横线 在我们的这个数据 这个格数里面是没有的 所以我就要把 这个小横线给用 这种没有 都有 像那边的去掉 把它replace掉 replace的 用什么replace呢 什么也没有了 replace 好的 也就是说 这两个数据 这两个需要填进去 这两个东西 我们都有了 一个股票代码也有了 一个稍微时间也有了 然后我就把它填入到 我的这个 这个url里面去 这个url我们来看一看 url就写成这个样子 其他的其实都是 从它复制过来的 这是说呢 这个地方 就需要把我们刚才生成了 加一个零 零加上目标代码 那个那个字符传 签签到这个地方去 加上开始日期 把我们的开始日期 也加上去 当然这里你可以需要 你也需要设置一下 就是设置成今天 当然我做PPT那天 是10月28号 这一天 只需要把这三项 签签到进去之后 生成了一个url 然后我们再进入下一步 我需要把这个url对应的 其实就是一个文件了 我需要把这个文件保存下来 然后我就先对它命名 命名怎么命名呢 就用它的骨片代码 加上CSV 就把它保存成一个CSV的文件 然后我为了看一看 我的这个url 为了调试过程 或者我们运行过程中 我们只要控制它的进度 我们就打印出来看一看 这一行不要也是可以的 所以这需要9行的嘛 最后一行 就是把我这个url做 对应的那个文件 保存成 以这个文件名 命名的一个文件 就可以了 老师请教一下 那个我刚刚没有听到 那个open后面为什么要逗点 然后加一个绿色的那个r 只读的方式打开 只读 用读的方式打开 对 这是一个文件嘛 是不是 我要把这个文件打开 打开你要不要修改它 不需要修改它 只需要读就可以了 嗯 还有什么疑问吗 这个 这段在码里面 应该都很简单 是吧 没有 重点就是 你怎么知道你的url trap是从url 表里面来 是你常用习惯的 这个 这个做网页分析的都需要 都会都会用到 对 因为它是 淘宝面有好几个字件 所以你知道你是哪个淘宝会需要 最最 干这个是 Google Google 百度 你需要的时候 你就很想 Google它 百度它 然后它会提供你一些线索 然后你根据这些线索 再去它的帮助文件里面去查 它到底怎么用 所以你会打开它说明 因为以前按过那种说明 然后说明的 不是很好 你如果直接从说明去找的话 是很困难的 因为你自己不知道嘛 是不是 但是你先百度 先Google它 Google出来 它会提供你一些线索 把这些关键的运输 它出现了一个url 但是它怎么用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 那么你就需要去 去它的说明文件里面 去看它怎么用 因为那种是第三方人答 所以它的说明通常 有时候答的不是很好 你要变成你要自己去看 它的那个代码 代码 哦 这些还是非常常用的 那个 这个 嗯 嗯 嗯 好的 然后我们来演示一下 刚才 就是这一段代码 就是这十行代码 然后我们 运行它 现在已经把 06000这个已经打开了 但是现在还能读文件 因为它文件稍微有点大 现在在从网上下载文件 并且在写中这个文件 当第二个文件出现的时候 就说明它已经写好了 下一个应该是06000-04 可能网络不是很快 哦 这个是BIDER 这个是这个 已经打开了 看到它已经变成 五文一十三个字节了 我们这边的关键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再生成一个嘛 好了 我们里面的关键 我们打开 看一看 我们就把 这只股票 这是到今天为止 这是到十一三十一号呢 我们时间 我们日期全是十一三十一号 然后从1999年十一十号开始 它的 所有的数据 收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开盘价 这些数据 全部都有 这个也有了 所以想获取数据 其实并不总是那么难 有时候找到一个好的数据源 通过写一个 写一段简单的代码 就可以获得 量还是非常大的数据 这对我们的科研 和投资分析 都是有帮助的 好了 我们的课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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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